港大罷課委員會批評李國章抹黑學生 損害雙方的對話基礎 又對校長馬飛鑫相信李國章感到非常痛心 王遠程報道 港大罷課委員會召開記者會 反駁李國章的指控不實 批評他抹黑學生目的是轉移公眾視線 被指校委會開會當晚發佈錯誤信息 誤導集會同學 華委會認為信息發佈是校委會的責任 當日其實李國章就算他管人 沒辦法在那個場合底下 直接拋下一個時間表 他都有一個責任向同學交代 沒有時間短的原因是甚麼 他遇到的難處是甚麼 其實這一點也是同學圍堵要求出來的一個答案 他們又對校長馬飛鑫 相信李國章的判斷感到非常痛心 校長說自己不清楚香港政策的模樣 他又說自己不熟悉香港政治環境 他又說自己不懂廣東話 所以他就選擇相信李國章先生 對於他自己本人的政治判斷 也就是我們整個在26號的行動 是有政黨的煽動、有政黨的干預 我們對於這樣的說法是必須同心 被問到會不會繼續跟校方對話 白貨委員會說現階段說是言之上早 要等同學召開白貨大會之後 才能夠決定下一步行動 NOW TV記者黃婉慎報道 是在同學的行動 是在一起的行動 我會選擇 也就是要在一起的行動 我們要來找一個行動 對於這個行動 那是很危險的行動 我們要來找到行動